現在國民黨的基層 是不是幻散 國民黨的高層 敢站在他旁邊幫他背書嗎 幫他站臺嗎 現在國民黨的基層是欲哭無淚 大家都在想說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那時候大家想說 反正高雄贏不了 可是贏不了 要打一場很光榮 很漂亮的選戰 所以起碼就是說 讓高雄市民覺得說 國民黨還是值得大家支持的 值得大家來那個 那你現在弄成這樣子 而且那個整個可以看得出來說 整個危機處理是一團亂 而且危機處理也不好 你今天被踢爆了說 有事業 事業那個抄襲 其實心裡就有數了 你今天當事人 比如說李明珍 我不相信說人家踢爆他事業 那個抄襲的時候 他心裡沒差一個 那我相信他那天晚上 也一定睡不著覺 那你那個論文是誰幫你寫的 你乾脆你就第一時間 你就出來講說 拜託 這個論文 因為你說百分之九十六 是抄襲的 那你自己不知道 那都是騙人 所以真的 大家不應該凹下去 他乾脆就出來 坦白重寬 你就坦白說我這個論文 乾脆我是怎麼形成的 高雄的國民黨基層 是這樣看的嗎 對 我今天有問過 問過一些那個國民黨的一些 那個高層的一些 高雄的一些民代 我有問他們 大家都說要抄襪 不知道要怎麼抄襲下去 不知道要怎麼抄襲下去 有要站在他的旁邊嗎 他說沒辦法 他說 他們說 帶著鋼灰燒 不是 最痛苦的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說 那個選成這個樣子 而且站在他旁邊 也是很難看的 不知道要怎麼講 可是你會 你又一定要去 現在國民黨 真正問題是什麼 我聽他們講 八一五場案即將發生 就是八一五場案 兩個核心就是你沒真 然後江啟臣對不對 你沒真 你的論文 那江啟臣是什麼意思 你一個最後的時候 你這個黨主席 把這場選舉 弄到這個樣子 不管怎樣 江啟臣這個主席的領導能力 是結束了 所以國民黨最悲哀的是什麼 或全臺灣最特殊的情況是什麼 二零二零年 國民黨要兩次補選黨主席 馬上要補選第二次的黨主席 所以八一五之後 國民黨真正難看的事情 你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郭台銘講錯話了 郭台銘講說韓國瑜出來之後 國民黨會三輸 結果不是 總統輸 立委輸 高雄市長被罷免 現在這個補選也會輸 七月三十一號 你搞成這個樣子 四億元 那些議員的議員 現在本來就已經很危險 就有很多紛擾 七月三十一號的議長補選 國民黨看起來也不太安全了 怎麼可能 不太安全了 就搞成這個樣子很多人 對 很有危機意識 不是 很有危機意識 國民黨在高雄已經沒了 對於很多議員來講 我還要跟你陪葬下去嗎 所以反正跑票 五輸 五輸了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 很多市議員以後還想要掛國民黨的旗子 在高雄嗎 不想 六輸 六輸 到最後黨主席也輸 所以七輸 七殺令 七殺非 國民黨被殺定了 七輸 七輸 所以郭台銘難怪你判斷不準 對國民黨太不了解了 對不對 國民黨不會只有三輸 國民黨是七輸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